大家好,这里是可可技能,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在看日本片的时候,没有字幕,完全猜不出剧中的女神到底在说什么,别担心,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把没有字幕的日本电影生成实时字幕,并且翻译成中文,这样呢,我们对日本片的剧情以及对话都一清二楚,场景呢,不可描述,总之,看外视频会让你学语言的同时,也不耽误娱乐, 这次内容主要为大家展示在我们的PC端融合实现浏览器的一个实时字幕的翻译,那么在手机端我们也可以实现的,这次可可以Google手机的Pixel 6来为大家演示,其实这个功能我们操作起来是非常的简单,这个实时的字幕生成以及它的翻译是集成在Google浏览器当中的,只不过大家很多人没有去关注它,我们在浏览器当中,无论你是看YouTube上的直播, 或者是看Twitter上的视频,或者是其他的任意网站,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谷歌浏览器自带的语音识别以及翻译功能来实现我们多种语言的在线翻译,首先我们要在浏览器上打开这个功能,我们点击浏览器右上方的这三个点,下拉找到设置按钮, 然后在左侧我们找到菜单无障碍,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打开第一项实时字幕这项功能,然后呢在管理语言包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语言的选择,也就是我们需要添加某些想要的目的语言, 这有十几种语言,只要是这十几种语言,Google呢都能自动识别并能把它翻译成其他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语言,也就是说Google呢已经能够识别这些语言的语音,从而生成相对应的文字,首先我们要选中我们要识别的语言,比如说我们要识别日语语音,那么我们要选择日语, 当然你可以选择多种,比如说泰语,葡萄牙语,韩语等等,添加以后会有一个语言包的下载,那么这些语言包下载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设置,首先我们要选择首选字母语言,也就是我们要识别的视频当中的语言,比如说我看的是日本电影,那么我们要选择日语,如果你看的是韩语电影,那么你需要识别韩语, 在这儿我选择日语,然后我们再看实施翻译这一项,如果你想把语音识别的语言翻译成其他的语言,比如说你识别的是日语,那么你想翻译成中维,那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选项,然后下面选择中维,如果你想把日语翻译成其他的印度语,那么你可以选择印度语,另外我们也可以对声称的字幕进行简单的设置,我们打开这儿, 然后这儿有对字幕的颜色,透明度,样式,大小,字幕效果进行简单的设置,当然如果我们要求不高,可以直接用墨类的样式进行观看,打开以上的功能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在线的语音转为字,同时呢还能实现翻译的功能, 这是一个简单的日语采访节目,假如说他没有开取日文的字幕,那么我们可以用在线的语音进行一个识别,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Google可以实时对他们的对话进行一个语音的识别,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幕是实时的在线的一个生成过程,它是直接呈现的一个翻译过的一个字幕,如果我只想让它显示原式语言日语,那么我们可以点击浏览器上方,这个带音符的图标, 然后我们关闭这个实时翻译,然后它就会生成原版的日文,也就是他们交流的语言,当然实时翻译可以翻译成中文或者是其他几十种上百种的语言,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网站的一些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实时的翻译一个对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实时字幕的产生是经过了语音的识别以及翻译, 它肯定有一定的厌迟,但是它的厌迟会厌迟多久呢?那么我们去看一下一个原始视频,和我们实时字幕进行一个对照。 更加沉默 赤 嫌的声 船 我们看到它的厌迟可能有两三秒的时间,那么对于我们看,那么这个厌迟呢,对于我们看大部分影片,障碍还是非常小的,但是在某些快速的镜头转换里面,我们会感到某些强烈的顿挫感,但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毕竟是由AI进行语音的识别,然后再转成为字, 然后再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这个过程呢,肯定要有一个反应的时间。好,那么我们再回到手机观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视频推大化,然后我们看一下手机的显示效果。 我们发现手机的实时字幕显示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手机是如何实现实时字幕的呢?那么我用的是Google手机,就是Pixel,那么我们以Pixel 6为例,为大家演示一下,关于其他的手机是否能够生成语音的实时字幕,以及翻译,我不太确定。 但是Google手机肯定是能行,因为Google的手机已经积成了很多Google AI的强大功能,这个功能呢,已经属于Google手机的标配。首先我们找到设置选项,然后我们点击无障碍,然后我们往下拉,我们找到实时字幕选项,我们要开启实时字幕选项。 同样,这儿有语言和翻译的语言包,我们点开,点开以后呢,这就是我们自己下载的需要识别的语言包。 我们在这儿可以添加某些语言,点击添加,比如说我再加上法语,那么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点击添加语言,下载以后呢,我们的手机就能自动识别法语,并能转成文字,也可以翻成其他多国语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识别的这个语言也大约十几种,和我们浏览器上的数量基本上是一致的。 添加语言以后,我们需要设置字幕翻译,也就是我们把识别的语言翻译成我们想得到的字幕。 在这儿,我默认的是翻译成中文,如果你希望翻译成其他语言,那么你可以下拉选择下方很多其他的语言。 当然在这个选项里,我们也需要点击需要翻译的语言的语言包,这样呢,我们的手机就启动了语音的自动识别,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字幕文件我们可以随时拖动了,那么在手机上呢,不仅限于浏览器,它是限于手机上的所有应用程序,都能进行一个语言的翻译即识别。 比如说我在YouTube客户端,我们打开,看下面是生成的字幕。 我们可以展开它,选择不翻译中文,那么它就会胜存日文。 对于这种在内的语言的演讲,翻译的是更为准确,然后字幕识别的也相当快,因为它没有其他语言的干扰,或者是音语的干扰。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在打开实施字幕的时候,我们点击设置,下面有这个无障碍。 进去以后,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实施字幕这个选项,那么我们需要下载一个更新,也就是以前的叫设备个性化服务。 现在的英文叫Inteligence,我们可以去搜索它,来到我们谷歌手机的设置界面,在这儿我们搜索Inteligence,然后我们可以查到这个应用,我们打开并进行更新。 好,最后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点赞留言,有什么问题呢,反映给可可,可可也会尽力的帮助大家分享。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